外婆疯狂地抽打着韩梅 嘴里喊着不知廉耻 直到把她抽晕了过去 昏睡中 韩梅好像穿越到了母亲受害的现场 母亲在幻境中一把将她抓住 并对她露出了温暖慈爱的笑容 忽然 母亲身上一股黑色的能量流向了韩梅 同时 母亲的表情争吟起来 韩梅的灵魂被彻底封印 肉体被恶灵侵占 韩梅醒后 穿上了母亲生前最爱的裙子 韩梅走下楼后 外婆看到她穿这件裙子 非常吃惊 独物思人 这让她想起了自己的女儿 接着韩梅来到了教堂外面 拿着小镜子 练习楚楚可怜的表情 高练好 小神父就打开了门 韩梅向神父哭诉 外婆如何打她 并把她赶出了家 聊着聊着 韩梅就开始跟神父套近乎 这恶灵女王 看上传教士的戏份 多少有点眼熟啊 瞧瞧我儿上色 女儿美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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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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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